我躺在病床上 因为流了很多血 脸色此刻略显苍白 眉眼之中也带着些微的隐忍 我看着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接通柳如烟的电话 她的声音温柔 安静异常好听我 很抱歉 小柴伤得很重 我走不开 我听到电话里的她的声音 笑了一下 仿佛早有预料语气平淡好 我知道了柳如烟 应该没有察觉到我的反常 毕竟我一贯都是如此妥协 果然她又继续说着 声音沉稳轻快 像安排工作一样 将接下来的事情 分配到了她的特助身上 明天我会让李特助赶回去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的 全都交给她 明天让李特助赶回来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不禁觉得好笑 一个特助明天都能赶得回来 而她作为她的媳妇 却没有办法回来 瞧瞧多么讽刺 昨天外面下着那样大的雨 飞往国外的航班 几乎都取消了 可柳如烟 还是让人开她的私人飞机 飞往了国外 只因为那里住着 另外一个男人 柳如烟小陈的情况很严重嘛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略做停顿 还好你不用担心 文言我魔光未暗 眼底染上某自嘲 了然于心开口道 不严重就好 你在那边好生照顾她吧 等你回来有件事 我想要跟你说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迟迟疑了一下 低声道 我和你的主治医生打过电话 这段时间她会只照顾你一人 你别多想好生养伤 哼 我笑出了声 躺在床上抬着头 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柳如烟 你不觉得自己偏心吗 我的语气淡漠 听不出任何情绪 柳如烟听着电话里 我的声音语气也冷漠起来 我 我知道你现在受了伤 心情不好 不能在你身边 我也有错但小陈 他是我弟弟 阿姨去时前 将他交给我照顾我不能背心弃义 柳如烟对柳辰显而易见地保护 让我的脸上挂起了一抹自嘲的笑 我长舒口气 语气依旧平缓 对呀 他是你弟弟照顾他 是你的义务 但他真的不知道吗 他这位名义上的弟弟 却对 他有超出姐弟之间的情感 我此刻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当初柳叔叔一锤定音地 让柳如烟嫁给我时 虽然柳如烟没有任何反对地答应了 但始终这场婚姻在我们两人 心中的分量就是不一样的 强迫来的感情怎么会满意呢 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罢了 我面色平静看着自己手上的吊针 吊水瓶里的水还在滴滴答答地滴着 明明刚过夏季怎么就这么冷吗 分明医院里的温度 无论春夏秋冬一直都是温和的呀 柳如烟还没开口接我的话 只听我又说到柳如烟 你记不记得叔叔那会带你去国外看我 那时我很颓丧 我的声音缥缈柔和 让我自己也不禁陷入回忆 那个时候的我非常颓败 因为当时我刚经历过 父母出车祸双亡的悲痛 我还没从回忆里出来 就听柳如烟在电话那头说道 如果你还想吃当时我给你做的一面 这次回家我再做给你吃我玩儿 没错了不吃不喝的我 当时还是吃了柳如烟 亲手为我做的一面 当时我还很惊喜觉得 交代她的 见我没有回答柳如烟又追问道 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没什么就是在想当时你愿意嫁给我 是不是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可怜 怕我做傻事 话必我像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 也终于说服了自己 结婚的这两年柳如烟很包容我 老婆疼我疼得很 想要的东西柳小姐会全都搬到我面前 可他们却不知道 我想要的不是她的包容 也不是她的疼 而是她的爱啊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没那么重要啊 再爱一个人 对方心里没有你 抢求着又有什么意思 我决定放下执着 你还记得刚刚我说等你回来 有些话想要对你说吗 现在不用等到你回来说了 柳如烟我们离婚吧 我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 砸进瓶颈无波的水面 电话两边顿时陷入僵持沉默中 带着波涛汹涌 气氛渐渐变得压抑 沉默半赏女人略显压抑 但嗓音带着掩盖不去的薄怒 我承认你受伤了 我没能赶回去 是我的错 为此我已经道过歉 旷前你的身边还有爷爷在 而小陈一个人在国外身边 一个亲人唯没有 我这个做大姐的 如果不陪着她 难道要看着她死吗 柳如烟的这番话 隐隐带了些责备 我听得出来 她的意思是我越界了 结过婚的这两年 我从没见她发过火 一直都是这副温柔如水的模样 而我很多时候 也未将许多的不满曾说过 甚至柳陈每次从国外回来 要求同我和柳如烟住在一起 我也不曾有过抱怨 只想着柳陈是柳如烟的弟弟 和我同样可怜 没了亲生父母 所以我把柳陈当做亲弟弟看 但渐渐地我却发现 柳陈根本就没把我当姐夫 柳如烟不在的时候 柳陈处处找事 各种挑拨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在柳陈这次出国前 她甚至直接向我挑明 她说爱柳如烟 她根本没把对方当自己的姐姐 还说柳如烟也爱她 我自然不信 可就在柳陈出事的那天上午 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会证明给我看 柳如烟更在乎谁 于是有了接下来柳如烟成私人 飞机冒雨出国照顾柳陈的事 也有了我出车祸 柳如烟派李特助 过来照顾我的事 如此一比较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什么时候让你看着她死了 还是说你昨天执意冒险 要去看她 我没让你去 柳如烟我不是在闹脾气 我想了很久 离婚并不是用来威胁你的筹码 我很清楚 自己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够了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事了 你如果想知道 在我心里 你和小陈谁重要 直接问我不就行了 何必用弄伤自己这种事情 来试探我 离婚的事 我当没听过过两天 我就回去 柳如烟的话让我瞠目结舌 她竟然会认为 我现在伤成这样 是为了考验她 她难道不知道 自从我的父母出了车祸之后 我再也不敢开车了吗 又怎么会用车祸这种事情 来考验她 她甚至都没有问一句 惊天雨下这么大 我出门去做什么 怎么出的门 所以这就是被爱 和不被爱的区别 我正于开口说些什么 电话那头 响起一道雌性的男声 瞬间将我卡在嗓子眼的话 打断 姐姐我又难受了 柳辰的声音 满满的爱意 同时也是在向我炫耀 柳如烟在她的卧室里 下一秒我冷笑着挂断电话 我知道柳辰是故意出声 但这都不重要了 我将手机放回床头 盯了一会 手机没有在响 我暗暗地嘲讽着自己 还在契机什么 正物子出神敲门声 响起我的主治医生走了进来 这会觉得怎么样 腿还痛吗 我看着眼前这位的女医生 虽然对方穿着白大褂 可依然无法遮挡住 来自她身上的柔和宁静 我摇了摇头 感激到这点痛不算什么 徐医生 今天辛苦你了 徐穆雅温和地笑着 目光柔软柳如烟 特意交代 让我好好照顾你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好一个特意交代 难怪在别人眼里 她是一个好媳妇 徐穆雅 似乎看出了我眼里的情绪 她抿了抿嘴 有些话还是没说 走到床尾 她细心地查看了一下 我腿上的伤势 看好后又将被子放下 已经半夜了早点睡吧 我回一微笑 再次说了一句谢谢 就在我话音刚落 突然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 推开了病房的门 好友王成刚 就像一阵疾风一样 满脸担心地跑到我床前 将我上下检查一遍 当看到我腿上的伤势 目光顿时凝住了 怎么伤得这么重 我白白手 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这不好好的嘛 打石膏这叫好好的 柳如烟那家伙 只顾自己一个人 在外逍遥快活了 是人吗 王成刚皱眉 看着我依旧开朗的样子 心里更是替我不值 一旁的徐木雅 礼貌性地咳嗽一声 提示对方他还在 王成刚这才注意到 旁边还有一个人 斜着看了他一眼 没当回事 徐木雅向我点了点头 随即自己便离开了病房 王成刚见医生走了 这才又继续说道 你和柳如烟到底怎么回事 你伤成这样了 他竟然没跑回来看你 柳成不过皮外伤 他居然连夜跑过去看 这是什么狗屁老婆 我听着王成刚的话 原本极力控制着 让自己平静的心 又再次隐痛起来 但我性格一向隐忍 与其依旧平静 你怎么知道 他只是皮外伤 我国外做医生的朋友 告诉我的 就是这么巧 帮柳成看病的医生 正是马克 他还把对方的伤情 发给了我 说着王成刚将手机 拿到我面前 上面是柳成的诊断结果 皮下组织轻微创伤 你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 马克也去了 他见你老婆 陪别的男人在医院 于是就问我 这是什么情况 那还有他们俩的照片 王成刚在屏幕上 滑了一下 果然出现了 搂着柳成的柳如烟 即使是原相机下 随手抓拍的柳如烟 也依旧亭亭欲立 而在相依一起的柳成 丝毫不见痛色 酷男靓女那模样 仿佛他们才是一对 我已经向他提出离婚了 我将手机放下 既然跟柳如烟 是一个错误 我就会及时止损 我们的婚姻 如果再继续下去 只会损低八千 自伤五百 王成刚是这个世界 除了爷爷以外 最了解我的人 他知道我平静的外表下 隐藏的是内心的溃不成军 毕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我到底多么喜欢柳如烟 当初柳如烟 在国外的工作遇到瓶颈 我利用自己家里人的人脉 到处帮忙疏通关系 讨厌人际交往的我 甚至为了他学会 乐在酒桌上 与那些商人推杯换盏 但这些在柳如烟眼里 估计是看不到的 听到我的决定 王成刚举双手同意 我支持你等你们离婚了 我给你介绍美女 养了几日 终于到了出院的日子 我没有告诉李特筑今天出院 同时也拜托了徐木雅 也别告诉柳如烟 于是我在王成刚 和徐木雅的帮助下 离开了医院 出院后的我 并没有回我和柳如烟的房子 而是住进了婚前 我自己买的地方 这个地方柳如烟不知道 当时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只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 独立的创作空间 如今却没想到 成了我躲避柳如烟的安乐所 王成刚看着正在帮忙 将东西安置好的徐木雅 他偷偷把我拉到一旁 警惕地瞅了一眼徐木雅的方向 你让他跟来这里 就不怕他通风报信 告诉柳如烟 我看了一眼徐医生 但也觉得无所谓 即使他不说 以柳如烟的能力 难道就查不到吗 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我不过是想给自己 找一处亲近的 竟听到我这样说 王成刚想想应该觉得也是 毕竟如今的柳如烟 和以前可不同了 就在这个时候 徐木雅已经帮我 安置好了所有东西 你爷爷那边 我会帮忙照顾着 如今给他做诊的是 在心脏方面 比较权威的医生 至于你受伤的事情 放心他不知道 谢谢我递给对方一瓶水 徐木雅接过水温和地笑着 你对我说的谢谢 已经很多了 这次可以说点别的 说完他拧开瓶盖 喝了一大口 又去忙别的事情 徐木雅是柳如烟的好友 自然他们以前就见过 但是交流并不多 然而在医院的这几日 因为柳如烟的交代 她对我照顾颇多 所以我们交流的时间 反而多了起来 我发现徐木雅 是一位教养极其良好的女士 原则性很强 人也柔软 她的病人 基本上都很喜欢她 我很好奇 柳如烟那种冰冷的 性格是怎么和她成为朋友的 柳如烟今天回来 你确定不见她一面 徐木雅想劝一劝我 再见她又有什么意义 毕竟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离婚协议书 我想她应该 在下飞机之后就会收到 我这个人 做事一向不喜欢拖泥带水 然而关于爱情这件事上 我已经妥协了无数次 失忆了无数次 说服自己了无数次 这一次 我再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也不想找了 天色渐暗 我最后送走王成刚之后 沿着小区的幽静小道 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布置房子是个体力活 虽说有徐木雅 和王成刚的帮助 可我还是避免不了的 自己忙碌一些 我拖着略带疲惫的身体 上了电梯 刷卡以后 静等着电梯上行 盯得一声电梯门 硬声打开 刚将布子迈出电梯 再看到眼前的人时 我的身子突然顿住 熟悉的身影 此刻就站在我的房门前 对方缓缓转身 一别大半月未见 柳如烟 仍是那副 惯有眷冷的容色 那双大眼睛 注视着我透出 几分无可忽视的素然 成熟女性的嗓音 带着些许冷练 你不跟我解释解释 离婚协议书的事吗 只是微愣一瞬间 我就恢复正常 我刚刚还在想 她不是这里的住户 没有这里的电梯卡 是怎么上来的 转念私存了一下 以她的权利 不过一个电话的事 我没有去开门 更没有请柳如烟 进去的打算 站在原地平静道 解释什么离婚协议 都写得一清二楚 无非不想和你一起生活了 所以才想离婚 为什么不想和我一起生活 仅仅是因为 我去国外照顾小陈了 柳如烟快速 独步走到我面前站定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像是杰问的姿态 我抬眸静默着 同她对视几秒 突然笑了 紧紧和随便你怎么想 我就是不想解释 柳小姐 还是麻烦您签了那协议 咱们好聚好散 我过于不在意的态度 让柳如烟眉风景促 我的那句柳小姐 更是让她不怨 没错 我就是想用称呼 和她划分界限 柳如烟语气微沉 我 你想让我怎么做 才愿意回去 你以为我这么做 是想和你谈条件 我觉得荒唐 我想 自己或许还是不了解 眼前这个女人的 柳如烟习惯了 两年我的任劳任怨 对她居然成了理所当然 所以很多时候 她都不曾考虑我的感受 她自以为给我的 都是最好的东西 可从没想过 这或许不是我想要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柳如烟有些慌乱 我只是想说 你有什么不满 不开心的事都告诉我 解决了 不就没问题了吗 柳如烟放软了她的语气 那好 你把柳辰解决了 我不想她出现在 你和我的生活里 你能做到吗 我一字一句的说道 当我看到柳如烟 露出为难的表情时 我笑了 怎么样 办不到吧 我就知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说 这件事我隔音了很久 既然现在都说开了 也没什么好避讳的 柳如烟从未见过我这样发脾气 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 估计她以为我发泄完就会好吧 那个时候 你忙工作会忙到很晚 在书房里也留出了一间卧室 你说是怕夜里忙完 回房间打扰到我 我信了 你知道的 平日里我从不进你的书房 所以肯定没想到 那天早上我会进去吧 那天我起得早 准备好饭菜 去书房叫你 没有回应 那是我第一次进去你的书房 没想到却发现 床上躺着的是柳晨 你不要告诉我 这件事你不知道 说到这里 我停了下来 我本打算和柳如烟 就这件事聊一下 但是当时还没等到柳如烟回来 就接到了爷爷住院的消息 紧接着 柳晨又开学出国了 于是 那件事我便也没有提起 现在想想 自己是有多蠢 柳如烟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在商场上提她的名字 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的称赞说 她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女中豪杰 这样的一个人 真的不知道什么叫逼嫌吗 恐怕不是不知道 而是装作不知道的吧 柳如烟想了片刻 应该是想起了那天的事 就连眉头都聋了起来 那天是有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我当即问道 柳如烟没有说话 我见她没有打算继续解释 输了口气 不再看她 你可以走了 希望你下次来的时候 带着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不过 若是让李特助送来 就更完美了 说完 我便走到自己门前 按下了解锁指纹 背下逐客令 柳如烟脸色更加阴沉 她上前一手握住我的手腕 阻止了我进屋要关门的动作 我可以让小陈搬出我们的家 听到柳如烟的话 我是有些心悸的 毕竟爱在那里放着 而且一放就是这么多年 可真的问题 这样就能解决吗 我不认为柳成 会就此从我和她的世界中消失 又或者 柳如烟爱着的是柳成 而不自知吧 越想我越觉得喘不过气来 白开柳如烟的手 等你做到了 再来找我吧 我说完 进到屋里 随手便将房门关上 由于前段时间受伤住在医院 我工作室的工作也被暂时搁浅 这会伤好了 自然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室中 你已经连续加三天班没有回家了 柳如烟没有意见吗 一杯浓浓的茶水被放在我面前 闻到茶香 我终于放下手中的设计图纸 端起茶喝了一口 我马上就要和她离婚了 为什么还要在乎她的意见 好像 我又喝了一口 听到我的话 站在一侧的女人身子一正 端着茶杯子的手也略带停顿 我耸了耸肩倒是一脸的轻松模样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她有她的朱砂质 我也想找我的白月光灯光 似有似无地打在女人高挑的身形上 即使穿着休闲装 也难掩她身上的高贵气质 她在听到我的话后 原本浅淡的表情好像有了些波澜 她愿意和你离婚 问出这话时 女人将茶杯放下 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 静等着我的回答 我从她那里搬出来了 我喝完最后一口茶水 看向女人 不想再聊这个话题 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咱们工作室来 你公司最近不是在谈一个大项目吗 已经谈成了女人同样也看着我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去 我伸了个懒腰 看了下时间确实不早了 好吧 那就有劳你这位日理万机的大老板了 因为太累 我上车就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坐着的车 居然停在了拉尔夫大酒店门前的一侧 在看向副驾驶 人不见了 带着一壶 我从车上下来 门童见我醒了 立刻上前问好 先生 您醒了 魏小姐在里面已经为您点好餐 请您跟我来说这话 门童在前面引着路 来到888包厢 正要离开 被我叫住 魏曼诗人呢 看着空无一人的包厢 我询问道 魏小姐在别的房间正谈事情 很快就会过来门童说完 见我没有别的吩咐 便离开了 我确实饿了 看着桌子上全都是自己喜好的菜色 大块朵一的吃了起来 吃完后等了一会 见魏曼诗还没来 于是决定出去看看 刚从包厢里出去 我就碰上了柳如烟 身边还跟着那本来该在国外读书的柳城 好的很呐 我看着眼前的这对逼人 打消了想要逃跑的念头 做错事的是他们 又不是我 好巧啊 两位 你们这是用晚餐 准备离开了 柳如烟看着我的目光格外深沉 跟我回家嘛 我听到柳如烟的话 不禁觉得好笑又可悲 瞧瞧 以前她是对我没有话说 如今确实只会说这句话 我想柳小姐现在应该不缺人陪吧 我再跟您回去 是不是有些多余 我的话一有所指 是个傻子都能听得出来 柳城文言 立刻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连忙走到我身边 姐夫 是不是我突然从国外回来没告诉你 所以你生气了 我也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而已 国外的课我已经修完 以后咱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而且我姐姐还答应了 在柳市给我一个职位 真是太好了 这些话柳城说得开心 但听在我的心里 却像人拿着一把刀 不断地一下一下 划在我的心上 那恭喜你 我淡默地说了这么一句 从柳城身上收回视线的时候 症状上注视着我的柳如烟 柳如烟的目光太过炙热 仿佛想透过我的灵魂 看到我的心里 以至于我不敢与她对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又听到了柳城无辜地问着 姐夫是自己一个人到这里来的 还是和别人一起来的 柳城的话还没刚问完 我就听到自己背后 传来了魏曼师的声音 她是和我一起来的不远的方向 魏曼师款款而来 她和柳如烟都属于自带高光的人 走在哪里都被人仰望 即使脸上挂着生人墨镜的高冷 可还是会有人奋不顾身地扑过去 我从没有像此刻一般 庆幸魏曼师出现的及时 就连看向魏曼师的目光 也充满了求救和感激的神色 柳如烟没有说话 她静静地看着我 主动朝魏曼师那边移动的步子 毛子按了急许 表情逐渐变得阴质深沉 柳城看到了出现的魏曼师 她既不可查地勾了勾眉梢 主动退向柳如烟身后 她扯了扯柳如烟的衣袖 无不轻力地说道 那你们二位这是来谈生意的 还是单独来吃饭的 谈生意的伙伴都在包厢里吗 柳城说着就要伸头朝包厢里看 却被我直接给拦住 不用看了 里面没人 就只有我和她 既然招呼也打过 我们就先走了 说完 我自然地牵住魏曼师的手 毫不留恋地离开 柳如烟没有追上来 柳城的声音故意说得很大 姐姐 姐夫和这位魏小姐的关系 好像挺好的 之前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看见这位魏小姐 还送给了姐夫一块名牌手表呢 听说价值不如烟 魏小姐真大方 不过我无功不受禄 也不知道姐夫和魏小姐有什么牵扯 我想回身过去扇柳城一拳 但是我忍了 可心里终究觉得不痛快 正在我内心郁闷的时候 魏曼师突然停下步子 他拍拍我的后背 示意让我在原地等他 而他则大步走到柳城身边 啪的一巴掌落在柳城脸上 打完他还用指擦了擦自己的手 一边擦一边冷声道 你家都是你做饭吧 我看你挺会添油加醋的 看你说话的逻辑 应该是直肠直通大脑 所以才这么没有把门 不要说我送他一块手表了 就算我现在送他钻戒 他也接的 另外我就愿意对他大访 你管得着吗 柳城捂着被打的半边脸 神情英质地躲在柳如烟身后 第一第一 柳如烟的脸色比之前更难看几分 他没有管柳城 反而一直看着我 脸色带着嘲讽 难怪这么着急和我离婚 原来是有下架了 我真想配他脸上 但转念一想离婚协议书 还没拿到手 也就忍了 只许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说完 我与魏曼师十指紧扣 转身离开 在离开的一瞬间 我听到柳如烟语气不善 偷偷自作主张结束学业这件事情 你还没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据我所知 你的学分并没有修完 这话他是说给柳城的 魏曼师送我回了住处 他要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也来了 柳如烟见魏曼师也在 明显有些不高兴 但他高不高兴关我什么事 我只把门开了一半 甚至根本没打算让他进屋 他能进去 我不能 柳如烟语气不善 我挑了眉梢 拿起鞋柜上的便利贴 写了一串字贴在门上 狗与渣女不能进 柳如烟脸色黑得像锅底 他将我写的便利贴撕下来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 我吃笑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说的是假话 好 你不要后悔 柳如烟将便利贴 踩在脚下就走了 我关上门 魏曼师正看着我 怎么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有东西 魏曼师笑着摇头 你的服装发布会 准备的怎么样了 还有两天 拭目以待吧 这场服装发布会 我准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他像我的孩子 也是我的心血 但在发布会前一天 我设计的所有服装款式 竟被人做成了动画 在各大视频上来回播放 服装设计最怕的 就是提前漏稿 特别还是和别人 有合作的设计 对方已经在合同中声明 发布会开始之前 一切都是保密的 可明明无论手稿 还是电脑上的稿子 我都保存得很好 完全没有假手于第二人 甚至每一件衣服的完成 也是我一人操刀 那么它是怎么会出现在 各大视频上的 突然我想到 曾经有一天 因为柳如燕生病 我为了照顾他 又不能搁置手上的工作 所以把设计图和电脑 带回了家 那个时候柳辰也在 我找到柳辰的时候 柳辰正光着身子 裹着浴巾 从柳如燕房间出来 柳如燕看到我 脸色幽变 他裹着床单向我奔来的时候 我条件反射地后退两步 肖正男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传染病一样躲得远远的 你不用和我解释 一会我律师就会过来和你谈 说到这 我转头看向一旁 一脸得意的柳辰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柳辰变脸 那叫一个快 原本挑衅的目光 立刻换上了楚楚可怜的模样 姐夫 我和姐姐之间是意外 你听我解释 我摆摆手 打断她的话 你们之间的烂事我不想听 我只想知道 我设计的服装 是你发到网上的吗 柳辰洋装无辜 姐夫 你说的什么 我听不懂 郑南 我知道你的作品被人泄露了 心情不好 但你也不能怪在小辰头上 他哪里懂 柳如烟沉着一双眼看我 我开始怀疑 自己以前怎么能那么眼瞎 喜欢上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证据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亲爱的弟弟 我转而微笑起来 打开手机 将画面放到柳如烟面前 我手机里的画面 正是柳辰偷偷打开 我笔记本电脑 盗区里面资料 因为以前上学 曾在这方面吃过一次亏 所以我就变得格外小心 文件类的东西会备份 还会拍照留下时间线 为了防止有人 偷偷动我电脑 我偷偷在自己的电脑上 装了微型摄像头 只要有人掀开我电脑 他就会开始运转 今天当我想到 那个泄露我设计的人 是柳辰的时候 我立刻查了以前的记录 果然是他 你这又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我打开了你的电脑 又不能证明我盗了你的东西 柳辰还在嘴硬 我又扔出几张 微慢时发给我的照片 照片里人是柳辰 在和一个女人交易的场景 巧得很 你和这个女人交易的咖啡厅 是微慢时旗下的 他们咖啡厅也有摄像头 不仅如此 我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走一步靠近柳辰 你可能忘了 微慢时主公司是做什么的 他想去查一个IP地址太简单 你请那个人在他面前 屁都不算 柳辰没想到会这样 顿时有些愣住 等他反应过来 立刻扯着玉京 跑到柳如烟身后 又是这样 每一次做错事 他总是躲在柳如烟身后 柳如烟竟每一次都会护着他 肖正男 闭嘴 别喊我名字 我听见他说话 我现在就疼痛 你要是想替他说话 道真不必 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 另外 你抓紧把离婚合同签了 婚内出轨 柳如烟 你需要近身出户 柳如烟听到我这样说 他默不作声 反倒是柳辰整个只愣起来 不愿意了 姐姐凭什么近身出户 法律有三零五身 说出轨的一方 什么都要放弃吗 我瞧着他像跳蚤似的 在我面前蹦搭的不停 还无比过躁 烦不胜烦 你姐姐婚前 与我爷爷签过协议 婚内出轨 自愿近身出户 那份协议一是两份 一份在我律师手上 一份在我爷爷手上 爷爷一直都知道 我喜欢柳如烟 而柳如烟对我也很好 他做事周到 即使柳家当时经济窘迫 他对我也无半分可待 相对来说 爷爷还是挺满意的 所以当柳叔叔 代替柳家人前来提亲的时候 我爷爷便答应了 只是他让柳如烟留了一份协议 以此来约束柳如烟的行为 爷爷说 柳如烟可以在婚内喜欢别人 但若背着我偷人 不行 当初我父母出车祸 大抵也是因为这个 我妈妈意外知道了 我爸在外乱搞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我爸去追他 两人都出了事 爷爷不希望我重蹈覆辙 柳晨呆愣住了 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姐 你真签了 柳如烟依旧闷声不说话 他关门进了卧室 没多会穿好衣服出来 你律师到哪了 柳如烟话音刚落 我的律师就来了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魏曼师 魏曼师的身后 还有柳叔叔 以及柳如烟的母亲 他 响亮的巴掌声在屋子里回荡 被柳母打了的柳晨 大气不敢出一下 只是红着眼睛 这些年我们柳家带你不薄 是穿用的 没有一丁点的磕带 甚至还送你去国外 读你想读的专业 你倒好 尽把你姐当墙角挖了 你要不要脸柳母越说越激动 抬手又要打下去 却被柳如烟拦住 妈 够了 这件事不能全怪小陈柳母气的直跺脚 可又舍不得下手打自己女儿 只能哭闹 你傻呀 放着正男这么好的丈夫 不疼不爱 偏偏喜欢这种货色 你真是想把我气死柳晨 见柳如烟帮他了 又开始惺惺作态 阿姨 我妈妈死得走 爸爸又不管我 这些年真的谢谢你们 如今我做了这种措施 实在没有脸面留下 本来我该一走了之 可是 柳晨可舍半天 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却又不好说的样子 我实在不想看他这副作派 反正我该想要的结果都有了 柳晨泄露我的创作成果 赔偿是少不了 道歉声明自然也要有 何律师 麻烦将离婚协议拿给柳小姐 让他签 另外将柳晨先生 对我造成的损失举列给他 如数赔偿说完 我穿上自己的外套就准备离开 哪知道柳母去拦住我 满脸陪笑 肖正男 你看 大签世界 诱惑太多 柳如烟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那 那 这是我前两日出去旅游 给你买的皮带钱包 还没来得及给你 你快带上看看 柳母不由分说的 拿上皮带钱包 就往我手上送 我看了一眼 那钱包啥的 价值确实不如烟 但我不喜欢 妈 这是我最后叫您一声妈了 这些年您对我很好 谢谢您 可如果真的像您说的一样 出轨那么容易就可以原谅 为什么当年您没有原谅爸 我的话瞬间让柳母进了声音 柳母气的看向柳辰的目光又多了几分憎恨 柳如烟 我告诉你 就算你和肖正男离婚了 你也休想嫁给这个男人 为什么 柳辰竟敢出声反抗了 姐姐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 柳辰的话如平地惊雷 让柳母等人惊恶不已 你说什么 给我闭嘴 柳如烟的脸更难看了 我瞧着眼前如电视剧一般狗血的情景 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真准备离开 柳辰却不愿意了 姐夫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是在哪一次让姐姐怀上孩子的 我停下步子 正想说自己根本不感兴趣 哪知道魏曼师却走到我身边握住了我的手 想去哪 我送你 我抬头朝魏曼师笑了笑 此时此刻反倒觉得浑身轻快 无比自在 我订了去巴厘岛的机票 魏曼师神色一顿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我洒然一笑 当然是故意不告诉他的 肖正男 柳如烟喊我 但我依旧像没有听到一样 愉悦地离开了柳家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魏曼师对我的感情和别人不一样 我和他还有柳如烟从小一起长大 柳如烟比我们都大一些 他做事相对成熟 而我因为父母的事 更偏向柳如烟一些 特别是他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他跑去国外陪我 从国外回来以后 我与魏曼师之间仿佛就有了隔阂 原因在我 因为我怕柳如烟吃醋 断绝了和他所有的联系 但因为我的工作室有魏曼师的投资 而这工作室是我大学就创办的 且小有成就 又是我的梦想 我是真不舍得关了 所以在这方面我和他有所联系 不过魏曼师也该是意识到 我故意在躲他 以前没事就找我的他 再没主动找过我 甚至也没去过工作室 直到我要离婚的消息 传到他耳朵里 我到巴厘岛的时候 魏曼师也到了 甚至他还比我先到 我从机场出来的时候 他正靠在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车身上 望着机场出口的方向 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直到他笑着朝我走来 那一刻我才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在巴厘岛他向我表白了 但我拒绝了他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 我结过婚 他不仅没结婚过 甚至没交过一个男朋友 我爱过别人 而他只爱过我 而且爱太纯粹 太无私 太为我了 他太好了 可我天生骨子里就有些冷漠 我没有办法还他等份的爱 从巴厘岛回到家 柳如烟正守在我门前 他不像以前那般意气风发 甚至眼睛里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光彩 当他看到我从车上下来 朝我走了几步 可当他瞧见 魏曼师也拎着行李下了车 瞬间停在原地 你们 我清晰看到他眸中的最后一丝喜悦崩溃 我绕过他 静止上眸 等我到了楼上以后 透过窗户 我看到魏曼师和柳如烟正站在一起说话 说到最后 柳如烟竟给了魏曼师一巴掌 我心一致 连忙下楼 柳如烟 你干什么 我到楼下的时候 柳如烟正抓着魏曼师的衣领 魏曼师完全没有还手 我扯开柳如烟的手 将魏曼师护在身后 怒视柳如烟 你不回家怀他养身子 来我这里发什么疯 你再不走 我叫保安了柳如烟眼尾范红 他想抱我 我却后退一步 我的抗拒他自然看得出来 萧正男 我没有怀孕 是柳成胡说的 萧正男 我爱的人一直是你 你看这是你喜欢的那块手表 我买来了我的目光 被柳如烟手中的手表吸引 这条手表是我和柳如烟结婚时看上的 当时只有一条 柳成也喜欢 柳如烟把他送给了柳成 他说会让人帮我再定一块 但他永远不知道再定的 已经不是原来那块了 萧正男 你愿意我和重新开始吗 柳如烟问得小心翼翼 我将手表又还给他 与其平静 抱歉 我的行为让你误会了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说 以你对我的了解 你觉得我能原谅你吗 柳如烟将手表握在手里 咬着后槽牙 这次他竟然哭了 我从没见过他哭 他指着为曼师质问我 你和他关系一直很好 我从未说过一句你的不是 到我这里就不行了 我是结了婚 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脏了 那为曼师就干净吗 他难道没和别的男人鼓掌 没有婚姻束缚就没问题 我从没有过别的男人 一个都没有为曼师悠悠出声 但这话他却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因为他说话时 毛子一顺不顺的盯着我看 我清了清嗓子 想结束这个话题 谁知道柳如烟不愿意 不可能 我听你铁哥们说你养了一个男人 为他买了房子 买了车子 还定期会去他那里住一段时间 而且出手大方 每个月都会给那男人的账户打钱 数目不小 魏曼师 你敢说没有 柳如烟说的斩钉截铁 我都有些信了 本该为魏曼师高兴 但我却高兴不起来 看 人都有劣根性 嘴上说着自己配不上他 心里却不舍 可有劣根性归有劣根性 能控制住自己的劣根性 那才能称之为人 魏曼师是一个未婚未娶的大好青年 人家有男朋友关你什么事 我话一出 柳如烟有些不可置信 我出轨你受不了 他有男朋友还缠着你 你就能受了 我对柳如烟真的很无语 你说的没错 他有没有男朋友我都不在乎 你可以走了 说完 我拉着魏曼师的手上揉 等我到楼上以后 柳如烟还在原地站着 烦躁 我拉上窗帘 正欲去拿药帮魏曼师擦脸上的伤 他却扑进了我的怀里 瞬间我僵住了 你真不在意那栋别墅里住的是谁吗 头顶魏曼师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我咬着嘴唇 垂下眸子 那是你的私事 我无权过问 说完我便想抬开他的肩膀离开 但他却死死抱住我 那套房子是我给你买的 什么 魏曼师的话让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抬头望着他 不明所以 他低头看我 嘴角脸着笑 那套别墅 在你还没和柳如烟恋爱的时候 我就买了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的待人生嘛 总有意外 你娶了了柳如烟 那套别墅好像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可我又不舍得卖 就像我总无法将你从我心里踢出一样 我想且等着吧 实在不行 我老了自己住在那里 回忆着与你的过去 也挺好 至于给一个账户固定打钱 那是我为你专门开的一个账户 算是自欺欺人吧 我就想对你好 我是不是很变态 魏曼师说完 神情带着些许落寞 我既震惊 又感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我摇头 不知道要怎么接他的话 魏曼师也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拉着我到沙发上 让你感动而接受我 我只是不想你误会 我轻暗了一生 本能的想当一只鸵鸟躲起来 可有些事情 如果一直像根刺一样的放在心里 终究迈不过那个看 曼师 你说 他看着我看得很认真 我吞了下口水 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非常开明 开放的 但我这个人你知道 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劳古董 思想陈旧封建说到这 我偷偷看他一眼 我知道他的声音很柔 很软 我和柳如颜结婚了 该发生的也都已经发生过了 我可能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那个男孩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但我自己很介意 我甚至害怕自己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会想到柳如烟 更害怕你拿自己和他比较无形的悲伤 在整个胸腔重斥 我看不到魏曼师的表情 但却听他叹了口气 一瞬间 我心耿了一下 下一秒 我整个人都被他扑进沙发里 你不会一直担心的都是这件事吧 哎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判死刑 我听到他语气中没有惆怅 只有惊喜 疑惑转过头惆他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魏曼师把我抱得格外紧 紧到仿佛要把他自己融进我的身体里 他说 肖正男 如果有一天你见我伤心 你会有肝肠寸断 痛不欲生的感觉时 你就会明白 我对你的爱是什么模样 这晚我没让魏曼师离开 但我和他也没发生任何事 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 他已经在厨房煮东西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他 他递给我一杯水 先喝水 吃的东西一会就好 我木娜的接过水杯 坐在餐桌前看他忙碌 没一会他就出来了 香喷喷的三明治 还有热乎乎的小米粥 我妈以前也爱帮我准备这些 好吃吗 魏曼师拿指擦了擦我的嘴角 我点点头 耳根发热 魏曼师脸上的笑意直达眼底 一会我送你去工作室 我好像丧射语言功能 只知道点头 昨天下了雨 地面很湿 柳如烟浑身湿哒哒的还站在下面 他瞧见我和魏曼师一起下楼 眼睛都是红的 我本以为他又要发疯 没想到他什么都没说 转身就走了 从那天起 我便再没见过他 时间很快 转眼三年过去了 这些年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但是爷爷也去世了 悲大于喜 魏曼师在我身边帮我忙前忙后 为我安排妥当一切 他用三年的时间告诉我 什么叫安全感 什么叫我永远是第一位 什么叫他永远有时间回复我的信息 我被动而幸运地被他爱着 所以当我完成最新的服装大秀 在舞台上感谢致辞的时候 我向他求了婚 我说 魏小姐 这辈子我打算赖着你 你怎么想 魏曼师说 这话应该我说我们结婚了 婚后生活幸不幸福呢 我很幸福 至于魏曼师 我想他大概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家俩闺女 已经每天把他缠得不知东南西北了 我问他又要工作 又要带孩子累不累 他说带孩子不累 听我很累 我不明白 他指了纸杂志上那一排大长腿嫩膜 这个和这个明显对你有意思 上次我去给你送资料 他们俩分批来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还说什么 幸亏我遇见你遇见得早 不然你不会娶我 我就纳闷了 他们打什么心思呢 你不娶我 难道还娶他们 我瞧着眼前气鼓鼓的女人 放下手中的东西 抱住他的腰 老婆 我真的很庆幸 当初你没有放弃爱我 魏曼师本来还念念叨叨的嘴 瞬间安静下来 他回抱住我 额头顶着我下巴 是我该庆幸嫁给了你 否则我一辈子将多无趣 完 番外 魏曼师视角 从小我就喜欢我老公 但我不善于表达 只知道对他好一点 然后默默地守在他身边 不幸的是 他的身边除了我 还有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柳如烟 他太会讨我老公欢心 换句话说 是他会讨男人欢心 包括他那个弟弟 我时常见到我老公 因为那个男生独自生闷气 我很郁闷 我知道柳如烟在他心里的位置 和我不一样 我难受 却不忍心撒手 后来他父母出了车祸 我正在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这个消息是赛后知道的 我赶到国外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到了 他们抱在一起 我知道自己晚了一步 奥林匹克竞赛我得了金牌 那个金牌被我扔了 在别人看来那是荣誉 在我看来却是耻辱 我知道彻底失去他了 可依旧不甘心了 我还是好爱他 怎么办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我看着他结婚 听着他喊别人老婆 我的心肝都在颤 结婚后他开始有意地躲着我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自然也不会让他难做 为了分散想见他的冲动 我疯狂的工作 卫视集团被我搞得如日中天 商场上的人都夸我是商业商业奇才 许多家族都想与我们为家联姻 好在我父母都比较尊重我的意见 他们都知道我对我老公没有死心 虽然我妈劝过我 她说让我千万别去破坏别人家庭 会遭天遣 我那时想 要是遭天遣能和他在一起 随便 还好上天待我不薄 柳如烟不知道珍惜他 既然让我有了机会 那这个机会我就不会放过 我的人查到柳成和柳如烟 在国外就在一起了 所以我让人在柳成身边暗示 让他知道我老公最不能接受爱人出轨 且柳如烟喜欢孩子 让他以为用孩子可以绑住柳如烟 15 柳成果然没让我失望 他不仅让我老公撞见柳如烟现场出轨 还用孩子绊住了柳如烟解释的脚步 所以我就有了时间和机会 后来柳如烟在楼下赌我老公 我当时很慌张 很害怕 怕我老公会原谅柳如烟 不过还好 我老公不傻 只是他有些爱跟自己较真 觉得他是已婚的 很对不起我 可我根本不在乎 他不知道 就算将来他因为介意这件事 不愿和我深入交流 我也依旧没有半句怨言 我爱他 只是他 使他就够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又有嫩膜围着我老公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老公结过婚了 番外 柳如烟视角 我犯错了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我和柳辰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很后悔 很害怕被肖正男知道 他给我打电话 问我柳辰怎么样 我只能撒谎 迂回 他说他出了车祸 我恨不得现在就赶回去 可是我脖子上 有柳辰留下的印子 我要等他消下去 不能被肖正男发现 他会离开我的 可他还是在电话里提了离婚 他说了很多对小陈的不满 我觉得我对不起小陈 也对不起他 但我不能不管小陈 因为他用姓名威胁我 因为我答应过阿姨 我回国后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肖正男 他果然还是要和我离婚 我想我哄哄他 会好的 我错了 魏曼师又出现在他身边 我没忍住 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又去找他 想道歉 他不让我进屋 去让魏曼师进 我极度的发疯 我知道魏曼师爱正男 很爱很爱 不得不承认 他要比我还爱正男 我想当初如果我没有在魏曼师之前 感到国外安慰肖正男 如今魏曼师会是肖正男的老婆 因为此 我对魏曼师有很大敌意 见到他们这般亲密 我怒不可遏 回家喝了很多酒 与柳晨再次发生关系 我没想到正男会回来 被他当场抓住的瞬间 我死的心都有 我还是想挽回 我去找肖正男说明情况 他没在家 过了很久 他才和魏曼师从国外回来 我不断猜测 他们有没有在一起 魔正一样又说了一些不知所谓的话 甚至打了魏曼师 我知道他在故意惊怒我 肖正男从楼上下来 保护魏曼师的那瞬间 我就知道自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了 但我还想挣扎一下 又说了很多道听途说的话 可肖正男不仅不生魏曼师的气 他们还一起过了一夜 下了一夜的雨 将我灵行了 也让我生了一场大病 这场病让我做了全身检查 检查完以后 我才知道我没办法有自己的孩子 我突然想到了 我与肖正男结婚前的检查 当时我忙 结果是肖正男去拿的 莫非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肖正男不要孩子 不是他不想要 而是他早就知道我不能怀孕 所以这些年 他都在默默忍受着婆婆要孙子的唠叨 可知道又怎么样了 我已经失去了 永远的失去 他和魏曼师的孩子真可爱啊 他再也不会叫我老婆了 全文完